如何用紧呢? 从监狱逃走的鲍勃 浑浑噩噩的在马路中醒来 失去了所有记忆的他就躺在正中央 看着天空中飘过的几朵云 内心却毫无波澜 失去了情感 确切的说是失去了对生活的向往 就这样无目的的看着 此时一个阴影缓慢的遮挡住了鲍勃的脸颊 是之前那位被鲍勃施舍的一枚硬币的老太太 也许这一切都是毛端先生事先计划好的 也可能是巧合 撞见老太太出于报恩的 用拐杖戳戳戳鲍勃的头 将这枚硬币还给了他 并建议最好给认识的人打个电话过去 鲍勃已经不认识他了 只是默默感谢缓缓地走向电话厅 下意识地从口袋中掏出白门的名片 拨通了前台的客服电话 鲍勃只是盯着 对方似乎早就料到了这通电话 只是早晚的事 说道 你好 Hell先生 我们正在等着你过来 现在就排车过去接你 挂断电话的片刻间 一辆雪白的轿车就停在了鲍勃声前 打开车门坐在了车辆的后排 透过后视镜 司机的脸庞令你感到一阵似神相识 随后他调视镜面照向了你 一路上就像是被监视般的 来到了一栋挂着白色牌匾的大楼 他抬头看了看上面写着白门两个大字 推开大门楼梯直线向上 周围漆黑一片 一个黑色身影站在室内溢出的白光前 不难看出他期待着鲍勃的到来 此人正是这里的经理 看着发型各位应该都知道他是谁了吧 两人面谈了许久 并答应帮助鲍勃重新找回仪式的记忆 生命的色彩 一套销售的专业术语下来 鲍勃心动签署的入住合同 往内走向那为他精心准备的房间中 开始接受长达七天的治疗 每天的疗程就是照着一张表上的安排进行 就跟日常生活一样很简单 可是你要知道 待在一个单调封闭的空间中是极其压抑的 但这看似普通的训练却对鲍勃有着不可思议的奇效 在每天夜晚的梦境中 他都为梦见过去碎片化的回忆 直到一天 他回忆起了那天 在电视中看见了劳达的词讯 从梦中清醒 见到了眼前这诡异的一幕 他身上贴满了各种感应装置 房间内占满了医生 有的在记录 有的在观察 发现他惊醒的医生 上前又将他安抚 再次回到了梦境 第二天鲍勃忘记了昨晚所发生的事 只是觉得自己的状态有点差 洗漱时见到自己脸上的血迹 令他开始担忧起来 到了晚上的活动时间 他意味着在箱子中 发现了张这间房间的装修图纸 让他去照着其中的方式做 似乎是屋内的其中一位医生 想要帮助鲍勃 造作他在电脑中 打开了白门医生的机密文件 惊讶地发现白门恢复他的记忆 只是经理想要窃取 无意间再次出发了警报 被关入了禁闭室中 在这儿鲍勃的病情开始恶化 夜里回忆了许多痛苦的过往 白天意识逐渐模糊 见到了许多幻觉 直到恶鬼站住了他的全身 转眼来到了第七天 他又回到了原先的房间 也慢慢记起了自己的过去 这也许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 反倒是为家众失去女友的痛处 白门的护士沙拉怀特 在这几天的观察下来 很清楚这点 他也是给鲍勃抵名片的邻居 而在河中藏地建筑图纸的 也是他 这七天的漫长工作中 他察觉到经理只是想要获取 鲍勃的记忆 而真正想让他重新找回生命的色彩 唯有消除 他与劳拉的一切过往 最后一天夜里 沙拉怀特偷偷溜进了鲍勃的病房 并在连接鲍勃大老的主机中 一个个抹去了有关 劳拉的全部记忆 随着记忆的消除 无意间产生了霉金色方块 一个人通向过去 与未来的方块 鲍勃回到了公园散步的那一天 走过那条孤独的小路 那把空无一无的长椅 引起了鲍勃的注意 停留片刻 却不知某些重要的东西 早已逝去 他却无感地继续前行 一扇白门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缓缓打开 门的那头是看护他的沙拉怀特 还有 看上窗外 迷茫的鲍勃 不久后 乌鸦先生乘船来到了一个秀火的山洞中 由于猫头鹰与乌鸦并没有获得天道的启示 需要定时服用不死亚的缘故 化为了人形 且无比憔悴 照原计划穿好潜水服 帮助戴尔去到湖底白色房间的猫头鹰先生 却不料气管断裂 头背插在了头盔中 幸亏乌鸦先生的及时感到 并在祖传哈帕狗的分辨中提取出了不死药 使两人可再次转化为阿修罗心态 两人正要实现的计划 在山洞中的一本书记中 我们便可知晓 之所以要将戴尔引向湖底的白色房间 是因为猫头鹰先生 想借助戴尔拥有的一个 能回到过去的蓝色方块 与劳拉坐入湖底的黑白方块 结合出一枚金色方块 在鸭解救了猫后 这个计划便照常开始了 戴尔乘坐电梯 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湖底 猫头鹰在湖中分别控制着五块黑色方块 帮助戴尔引开小黑追杀 最终顺利抵达到那间白色房间中 乌鸦先生则是乘坐一艘 不怎么科学的方形潜艇 借助雷达一个个打捞三枚方块 同时在这艘潜艇中 还有个极其烧老子彩蛋 分别要去到地图上标记的这三个坐标 然后跟随指引去到下一个位置 不断循环五复 你能在湖中发现个满是台险的密码后 输入戴尔的生日就能打开 其中一个被捆绑住的文件夹 打开里面进诠释有关劳拉的物件 这是否暗示戴尔的生日与劳拉正是同一天呢 当乌鸦先生挤起了三块方块 正要去到白色房间时 意外发生了 野猪先生的恶鬼撞碎了潜水艇的玻璃 危机关头 乌鸦先生迅速游了出去 以迅机的姿态快速朝白色房间游去 最终逃过一劫 在这儿乌鸦先生分别将化为恶鬼的劳拉 还有晕厥的戴尔带上了仪器 插入三枚方块 制成了这枚能通向过去与未来的金色方块 最后将这枚方块交给了浑浑恶恶的戴尔 将他送上了这台神秘的电梯 随着电梯上升 戴尔开始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了 他只见湖中漂浮的方块中有他碎片化的记忆 接着 电梯停在了一枚方块前 用手触摸 他回到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他的生日宴会 该发生的照常上演 只是他收到了个来自猫头鹰先生诡异的礼物 并在水晶球中得到了猫头鹰先生的帮助 获得蓝色方块回到事发前 将手枪交给爷爷 当兔子先生再次踏进房间的瞬间 爷爷开枪制止了这场悲剧 顺着血迹他跟了出去 兔子先生忍受了剧烈的疼痛 语言寒 奄奄一息地靠在枯树旁 戴尔一拳接着又是一拳 无情地送走了这可怜的灵魂 积攒了三十多年的仇恨 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放 戴尔的过去发生了改变 电梯继续向上 他继续跟随方块的指引 来到了1971年的秀湖剧院中 这一天阴痛时女友 鲍勃才是喝着闷酒 这一天也是他取走鲍勃记忆的那一天 这次你配合剧院 完成了六场表演 出演者分别为秀湖的几位重量级选手 湖畔夫人 哈维 免费的鱼 乌鸦先生 劳拉 还有猫腾鸣先生 作为压轴的猫腾鸣先生 在最后对戴尔说的话 可谓至关重要 这倒是证实的戴尔 并非只是用来铲除小黑的工具人 而是猫腾鸣先生选中 将会替代他的天选之人 随着荧幕中道具的缓缓落下 上升的电梯拉向了帷幕中央 戴尔将走向这场游戏的终点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戴尔感受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在一间陌生的房间中醒来 这间屋内的布置对他而言并不陌生 经过一番搜寻后 戴尔分别在木盒 书 哈维的笼子中 找到了三种不同材质的方块 木头 铁 和玻璃 不同的符号代表着过去 现在 和未来 将三个方块放入木槽中 打开下方的柜子 在其中找到了红色药水 戴尔壮胆地喝了下去 一口喝出了帕金森晚期 抽搐间从口中呕出了把钥匙 正好能打开屋内紧锁的大门 门外是一片烟雾缭绕的寂静窟林 跟随着一只猫头鹰的引导 穿过阴森的丛林来到修湖边 他的眼前正是数月以来想要寻找的真相 想上前阻止 可一切都太迟了 他奋力冲向湖边捡起劳拉调度的黑色方块 看见了那间屋内的记忆 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再次从沙发中醒来 这次房间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跟随乌鸦与毛腿林先生留下的提示 戴尔放空了他的大佬 并在屋内四处获得了 过去 现在 与未来的大佬 就如同袖湖方块的作用 不同的大佬 能带戴尔去到不同的时间段 现在的大佬中他跟随乌鸦先生做着心理疾病的治疗 过去是那场生日 以化剧的形式为戴尔上演了一出兔子先生的屠杀 未来 戴尔在客店的棋盘中收到来自猫头鹰先生的信件 信中说到 亲爱的戴尔 在这棋局里 我们都有各自的角色 请利用你不同的大佬 来找到我们棋盘上的位置 接着戴尔终于遇见了劳拉 劳拉冷静地向他抛出了三个世纪以来 秀胡的中西难题 那便是牺牲一人 另一人获得启示 随后戴尔回归正常 猫头鹰先生从红布中现身 他无法思考 于是戴尔帮他放狂了大佬 在现在的意识中 猫头鹰向戴尔提出了最后的难题 找出你腐败的灵魂 过去的雅各布告诉戴尔 他也诚实凡人 想要发生转变 伟大的牺牲是必不可少的 回到现在的雅各布 还想看看自己的未来 戴尔为他接入了金色大佬 原因出现猫头鹰的头 却变为了一条鱼 阿修罗化为恶鬼 这也许暗示着雅各布的死亡 掌管秀胡两个世纪的他 很清楚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他需要一位继承人 交给戴尔之前那几种 不同材质的方块号 便让他继续开始旅程 瞬间猫头鹰先生消失在了他的外衣中 再次用方块打开了木柜 是一瓶蓝色药水 喝下后的鲍勃意识开始消退 身体慢慢被恶鬼占据 凭借不可思议的方法 获取了钥匙 来到了林子中 不同的是你手持匕首 出现在了劳拉的身后 远处的戴尔 只能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小黑 亲手将劳拉杀害 而劳拉掉落了黑色方块 又一次浮现出了那间房间 让戴尔又一次 再一次地萌生了解救劳拉的想法 你不知道戴尔究竟尝试了多少次 但确切的是 结果无一例外 劳拉终究还是倒在了戴尔饿鬼的刀下 这也是本作之所以叫悖论的原因 不过也不是没有打破之法 而这个方法就藏在了官方 特意为本作制作的视频中 引导着玩家走向游戏 真正的结局 跟随短片中常逆的符号 你能在密码箱中找到瓶风油精 喝下它后 戴尔感受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痛 闭上双眼 她迷失在了这片虚无中 她能看到劳拉就在前方 虽竟在眼前 可无论用尽怎样的办法试图靠近 劳拉总会消失 一次 又一次 再一次 戴尔救不了她 她意识到了这点 不过 她还未放弃 但据我所知的是 她放弃了掌管秀乎的命运 在没有任何引导下 大胆地喝下了布斯妖 很可惜 她并未中奖 也许这 就正是她所想要的结果 而在前一世中 她依旧反复竭尽全力地解救劳拉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 这位求证侦探 就这样倒在了这间陌生的房间中 秀乎会有万分感激 劳拉再次获得了新生 可有关戴尔的记忆 却被永久地 尘封在了这枚黑色房块中 那么以上就会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十分感谢各位可以 来信看到这里 我是阿波主狂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